各位約分全球王虎約賽 Winners Round 1 從孝俊跟SAI這個組合開始打 這兩個玩家我都不認識 要請上野來解說一下 是否之前有經驗過 阿夢好 可以阿夢 好 開始 但是我們的 NACE對上羅賓 那這個組合 請問哪一個比較有優勢 對 一般來說是NACE比較有優勢 可是就 可是就是 孝俊其實實力 實力算是新玩家都還蠻不錯的 看看這兩邊怎麼打吧 這兩位是新玩家嗎 算是比較新的玩家 有比我新嗎 我 而且忘記了 這邊的話其實那個 NACE的話 兩邊其實 就是這兩個角色 你不管是玩NACE還是玩Robin 一定都會在 一開始的時候會在立韋的安全範圍之內先去 賭對方的行動 然後猜說有沒有辦法用upfire或pkfire搶到先機 你覺得說兩個都是比較吃立韋的角色這樣子嗎 不是 那個是那個match up的關係 因為那個Robin他 Robin他 畢竟還是一個 才算是半個 半個劍角 喔 那個是軍師喔 對 軍師算是半個劍角 所以就是那個 其實在那邊的話 NACE NACE算機動性比較好 他也是不能夠隨便靠近對方 哇 那個 NACE在那個距離應該是回不去的 這邊一個失誤 對啊 不過這個 這個match up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 NACE要贏的話 主要就是他要 他要找一個對的進去的時間 因為就是 Robin的 Range一定比較好 Robin的Range比較好 可是NACE的話在空戰上 Frame比較有優勢 所以在 就是兩方在空中交換的話 NACE通常都會贏 如果在近距離交換 然後NACE先出手的話 通常是NACE會贏 好 NACE 現在孝俊成功換掉了一個stark 在24% 剛才其實是大屁風 他現在可以換掉 這麼早換掉一個命 其實這還不錯 其實這樣子 兩邊是回到55波啦 這個match up其實就是說你 兩邊neutral上就是要看誰 先能夠抓到 你第一個打進去的機會 然後 就是雖然那個 雖然Range在劍場跟 瞬間爆發力量可能比較優勢 可是NACE的話 他如果成功進去的話 那邊Range被困在 被困被拿到set control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難打這個對局 因為Range的機動性很差 對 全遊戲最慢嗎 他沒有最慢 他比火貓慢一些 可是也是也是蠻慢 就是非重型角色 對非重型角色算比較慢 不過這邊少軍不夠小心喔 被一個集滿的雷就轟了一炮 哇這個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讀到那個道具 應該不是 應該原本就是想普通手邊 沒有他這邊應該是那個 他剛剛是抓到一個upfire 有一個setup 火魔法 火魔法加上backend 對 只是他那個時候 他第一下的時候 那個雷劍剛好在蓄力 對沒有 第二賽就有了 OK 可以看到這邊Range的爆發力非常驚人喔 這邊沒有小心的話 一個combo就50%了 好現在磨不夠喔 直接直接套出地板 直接拿起地板讓人家臉上砸去喔 非常有法式的風範 這邊校訓的話可能要想一個辦法去進去喔 因為這邊的話 他其實每次進去的時候都被那個 都被阿聖使用那個 使用雷劍很重的punish 對 欸這個好 但是還沒有差勢 對趴數有點太高 喔這個不行 非常危險 剛才可能是距離稍微短一點 不然 欸這個好這個好 所以應該是活不下來了 耶這個是 NAS的 招牌 GY防守 很多角色很怕欸 Roughley是怕會怕 因為Roughley他的那個 基本上靠 上去抓邊的基本上都怕那一招 不過主要是因為Roughley他的 他B的頭頂是沒有判定的 啊真的被雷劍打到了 校園劍每次死亡幾乎都是被 火焰加雷劍的攻擊 這個 這其實是NAS的一個弱點 就是NAS這個角色 雖然大家說他空戰真的很強 可是這角色有個 都有那個 Floaty角度的問題 就是他在空中的時候下來的選項要 算得好 而且加上他 其實算輕了 沒有他算 他算Midweight 他其實不清 對 可是就是剛才他那個 可是就是他在面對Range比較好的角色的時候 然後他落地要很小心 當然才是有我們SANE 對那是SANE還是他第一局 第一局 看了在第二局的時候校軍會不會做一些調整 我選擇凱洛斯 這算是一個對NAS還不錯的場景 對Roughley來說 對Roughley 我不是很確定 他叫什麼名字 英文是Roughley 英文是Roughley 然後如果日本的話就叫Roughley 在台版的翻譯是Roughley 類似照著日本翻譯 你翻譯這個人也是很辛苦喔 完全不同的那個 喔好 這邊可以看喔 這邊校軍好像有點 有點抓到那個 剛才NAS15 對這次沒有想要 很想要用那個空攻擊進去 不過這一波 又是41的傷害 直接被Roughley 打了一波大的那個雷劍 雷劍是不可小覷 可能 可能是沒差經驗啦 有點沒差經驗啦 因為就是那個Roughley 算不算是一個很常見角色 可是這角色其實在那個 破壞力上是非常好的 啊啊啊啊這邊是要被SPIKE NAS跟Lukas差不多有問題 因為被SPIKE 對如果你是劍腳的話 其實會很強就去SPIKE啦 喔 沒剪到 想剪劍 可是就是那邊其實孝勳剛有點不小心 那兩邊一直往對方臉上丟那個火魔法 因為就是他那個 他剛剛一直沒看到那個賽正在往他頭上那邊跳過來 雷劍回來了 那時候可能要 喔 現在Rodblade的那個11 sword回來了齁 喔 dash attack 哇 這個應該是按錯邊啦 等一下 我已經在抓了 這邊 唉呀 這邊吃到一個upfire 這邊 應該就是進去的方式啦 進去的方式不夠好 就是每一次孝勳想要 往前的時候都會被 因為就是孝勳他剛好那進去的時候他的那個 安全距離是剛好 撞到了那個Rodblade的劍的尖端上的 其實那就是立威上來說不是太安全 所以他那邊其實吃了很多下11 sword 喔 不過這邊使用空 跳 使用Rodblade的神就順利收掉了 那是Pivit Grub 可是應該是被我現在出來的 唉呀 這邊 太陽狀況 對 太陽狀況 對 太陽狀況 太陽狀況 恐慌的 恐慌的空中迴避 就有點不夠respect那個Rodblade的攻擊 然後就是 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碰到Rodblade這種距離的時候 其實NAS應該往外漂 對 往外漂或是用別的方式落地了 不過這邊可以看 他就是想要趕快拿那個 雷強做的 但是 對 有點有點緊了 就被懲罰了 對 有點緊了 喔 兩邊互燒 兩邊互燒喔 非常經典的場景 再互燒一次 兩個都是中火狂 喔 喔 那邊差 啊 被Bagger打到了 他是毒到那個NAS然後 一定有 第一次NAS 好 我們sade了一下 這一個sade了一下第一局 現在